Hello大家好,我是拥有小鸟味的钱大宝贝 今天的我们美食开箱又营业了 佛跳墙 前段时间我们在东北旅游的时候 在房车里有吃过一次这个佛跳墙的 很多懂这个的网友给我们指出 说我们吃那个佛跳墙不正宗 说真正的佛跳墙里面用的是干豹 而且不是鸩唇蛋,用的是鸽子蛋 还有等等等等,太多了,我忘记了 反正就是不太正宗 好了,这次我花重金买了一罐500块钱的佛跳墙 里面的材料只有300克 我打开看一下,里面就是很小一罐的 有个冰袋 这也太小一罐了吧,这么贵 这也太小了吧,这么小小的一罐 即使我是小鸟味我也吃不饱啊 三三牙粪的,我这次买的佛跳墙来历不小 是来自福州那个聚村园一家餐厅出品的 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 他说史创于1865年 据网上所说,就是佛跳墙这道菜 就是出自于那家餐厅的 当然呢,最好是自己去福州这家店 去尝一尝这个佛跳墙的 但是疫情的情况不方便嘛 所以只能在网上买了 还好网上也买得到 这下没有人说我这个佛跳墙不正宗了吧 我又多了一个罐头 以后你点那个杀杏小时的外卖那些瓦罐头 直接到这里喝 一下子上升了 正宗的佛跳墙 都有一个说明书的 这里还有佛跳墙的典故的 正宗佛跳墙 看这个罐子 其实就是不一样一些 这么写着正宗两个字 你看这个罐子上面的罗 腾云嫁务的 我感觉只有宫里面的人才可以吃 就是宫里宫里会弄个托盘这样 这样拿过来 娘娘请喝 我看一下它的使用方法 将本品置于废水 蒸锅中 隔水蒸40到50分钟 赶紧吧 我已经忍不住要尝一下这个正宗佛跳墙了 走的 所有的锅都不匹配这个正宗佛跳墙 因为它太高了 还有隔水蒸 只能上蒸箱 让我们倒数五个数 五 五 咁咁咁咁咁咚咚 第三 五 四 三 刀 destroy mano 三 接受蒸汽的吸力吧 都是蒸解了 刚开始 可以 店里面有哪些材料 我看一下它的配料表 那得很少吧 真的好小一个 看 看这个卖想还不错 去店里面这样吃 上方一个这个500块钱 我肯定觉得今天吃大餐了 我整了一个小道具 让这碗更加的高级了 一如我眼连了 就是一个不小的海参 其实不小哎 我感觉比我上次吃那个佛跳墙的海参还要大 我感觉挺Q弹的 鲍鱼 跟我的那个勺子差不多大小 是鱿鱼吗 这么厚的鱿鱼啊 这是鱿鱼吧 这些我不知道是啥 这个应该是提金了 可能是瑶柱 它散掉了 你看有香菇 它虽然说是一罐很小 配料很多 但是每一种都还挺精致的 还有一块猪竹呢 我边 被自己的口水给呛了一下 我边吃边说吧 我实在忍不住了 咱们先喝口汤 好鲜啊 比我上次吃的那个佛跳墙 好喝很多啊 我以为我上次吃的那个佛跳墙 就是正宗的佛跳墙的味道 原来不是 上次那个黄酒味太重了 这个有一丢丢黄酒味 但是主要是鲜 鲜 香 上次那个黄酒味浓到 我都要咨询客服 这个喝了之后 能不能开车 看挺大一块猪竹的 软 猪竹好好吃 尝这个海参 嗯 有果冻的那个口感 没有任何的另外的腥味什么 很好吃 哎 一下子我就觉得这一罐吃了 每一口都要细细品尝啊 这么一点点真的不够塞牙 再来吃一个提筋 提筋就是很软黏啊 这个应该是鸽子蛋了 我上次吃的那个是鸩唇蛋 鸽子蛋才是正宗的 鸩唇蛋好像比那个 鸩唇蛋要再大也好 这个蛋黄好烫啊 这个蛋黄整个就是 已经完全的化掉了 这一块应该是花椒了 嗯 软软的 还有一点点嚼劲 这里面有鱼翅的 这个应该就是鱼翅了 这鲍鱼我看着也不像干豹 不是说应该用的干豹嘛 它上面配料表写的就是鲍鱼 没有说是干豹 我自己尝不出来是干豹 和那个新鲜鲍鱼有什么区别的 好大一块鱿鱼 这鱿鱼得多厚 多大一个 这鱿鱼就太大块了 跟鸡腥肉一样 这鱿鱼已经没有什么鲜味了 这么快就要接近尾声了 唯一一颗香菇 它这一罐里面好像就有猪蹄精稍微多了一点点 香菇其有一个 鱿鱼只有一块 海参也只有一条 鲍鱼也只有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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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喝的一滴都不省 一个渣渣都不给它流 嗯 这个是我在三木买的398块钱 1.5千克的 怎么抬个管子 这个是我在网上买的500块钱的 里面只有300克材料的 虽然这个小啊 但是看的就是贵气 但是味道来说 我刚刚已经也说过了 这个黄酒味就是有点重的 当然是这个好吃哈 但是呢我下次也不会买了 囊中修舍 这真的有点贵 太少了 好啦咱也是吃过正宗佛跳墙的人了 下次有机会买上等的材料 自己做一次 试试看 反正罐子都有嘛 好啦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咯 拜拜